有人說拿到公屋就加入人生勝利組 不過似乎幸福村的居民 就不太幸福了 長沙灣幸福村 多個住戶近年來擔驚受怕 因為他們同層的某一個單位 發出震震惡臭味 還有蟑螂四處爬行, 影響衛生情況 蟑螂從它走來走去 知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把蟑螂吸收起來 你打開門, 臭了 蟑螂多了, 真多 只有一屋子, 比較迷藏 荔枝荔枝荔枝坐在這裡 還塌了, 還不臭 街坊指, 單位內住了一位 行動不變的獨居伴伴 大約八十幾歲, 住了在這裡 十年左右, 經常收拾垃圾回家 惹了老鼠蟑螂回來 隔壁的鄰舍也慘受滋擾 因為太多東西 所以坐在外面門口吃飯 坐在那裡放一些垃圾 從袋子裡, 像鮮女生花 爬到整個牆壁都是… 我想是百多二百隻 從所有東西買了很多瓶無數瓶 但現在有老鼠, 我真的無法攪拌 陳小姐一直不敢開門開窗 還可以噴辣椒水在門口 以防老鼠爬入屋子 但情況長期沒有改善 還越來越嚴重 令她情緒出現問題 要向醫生求助, 同服用藥物 令我的情緒很緊張、很亂 令我有時候不敢回家睡 去朋友睡 就算去朋友睡, 我睡著了 朋友告訴我, 我還在大喊、大喊 醫生幫我寫了一封信給房署 說房子裡有蟑螂 希望我可以盡量搬到好的環境居住 走廊看上去雖然平平無奇 但一走近, 單位就有陣陣的臭味 豬屋唯有自己做足預防措施 用毛巾塞住門口瓦位 放蟑螂藥在門邊 豬屋多次投訴, 房署又如何回應呢 你們有沒有寫過聯署信 去房署投訴? 有甚麼用嗎?沒用 沒效的 房署怎樣回應你們? 先調查吧 調查吧 你推吧 現在這樣的疫情 還有加利老老鼠 將來夏天鼠患更加多 所以居住環境就很差 打到議員那裡 初時就沒有甚麼反應 告訴我 打到房署 幫我清潔門口 治標不治本 捉不到東西 是沒有用的 所以很害怕 所以唯有找你們東張西望 我一早上找你們 你們下午就上來幫我施策情形 我覺得真的有幫助 房署知道 他第二天就立刻找所有人上來 替他清垃圾 這天, 房署聯同食環署職員 上門幫伯伯清屋 職員穿着防護衣清理屋內雜物 看到有不少蟑螂在屋內四處爬行 有些就在不同角落 職員就用殺蟲水和放藥來消滅牠們 他們看到屋內的惡劣情況 都勸伯伯不要再收拾東西回家了 對, 舒服一點, 轉吧 不要再收拾東西回家了 我都用不了, 放了一點 光是清理一人單位的客廳 已經動用了六個大型垃圾桶 期間有位女士出現在屋內 幫伯伯手清理雜物 到底牠是否伯伯的家人 以前舊共會, 駐別人家庭 我看見伯伯是她的啟女 她習慣了摘垃圾 所以不摘垃圾, 她在這裡回到城找 為了解事件 我們去到攝氏單位探訪伯伯 我看到屋內有些烏鷹飛著飛著 我問了二十年的樓 有些蟑螂雅那些 當然有, 什麼都有 你…這麼混亂的環境 你不怕環境衛生問題嗎 現在幾十歲了, 八十多歲了 快要跌倒了 我跟她吵架, 我死的時候還給你 廚房那麼多雜物、垃圾那些… 以前的那些幾十年 那些二十年在這裡, 什麼都有 是否收拾回來的 我以前是廚房賣東西, 收拾什麼 當然有 伯伯鎖住的單位大約百多呎 一天門口放了一張樓架床 上面擺滿山褲, 還佈滿蟑螂屍體 桌上放了盆水 水面還浮了一些毛菌 一打開雪櫃門裡面 塞滿了很多食物 大部分都是爛了, 過了期 雪櫃底還有很多蟑螂屎和蟑螂蛋 很噁心 現在客廳少了雜物 但地上有不少食物殘渣 看到牆身, 地上也很髒 還有甲蟑螂爬行 廚房和廁所堆滿雜物 走也走不進去 不過伯伯否認是家裡髒 所以有老鼠 都是最近的事, 老鼠就… 你不懷疑會不會是… 可能有太多垃圾, 所以有 二十年的樓, 到處都有 每個都有, 哪有夠膽, 沒有 隔壁走到我這裡 我以前沒有老鼠, 現在也有 你覺得是隔壁的房子? 看著牠走就來了 看到有老鼠, 你不怕嗎? 這麼多垃圾 可以讓牠躲起來, 生一斗老鼠 我怕老鼠 我走到那邊, 打死牠就行了 十二月頭開始游了 在外面走廊, 上面那些通渠 在那裡逛Catwalk 怕我一開門, 牠跌在我的頭上 我會很害怕 還有我看過牠, 躲在別人的鐵閘欄 接著聽到聲音, 馬上飄去那間屋 裡面那裡 應該是牠, 不是還有誰 不是牠走進去, 牠不出聲嗎? 面對所有住戶的指責 伯伯都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喜歡垃圾, 怎麼樣? 你也想現在跟鄰居關係好一點 自己住在這裡… 不用, 我看什麼好, 大家都不懂 不, 你也想自己住的環境 舒服一點 不用… 進來也可以清新空氣 不用 不要有老鼠、蟑螂 二十年的樓, 你不想新樓嗎? 現在二十年了 舊樓也可以乾淨 不用…我喜歡垃圾 是嗎?�鸭鳥骨習慣垃圾 三部車垃圾, 別人垃圾 我就當阿寶 伯伯跟我們透露 原來他幾十年前躺在路邊 收集不少雜物在鸭鳥街擺賣 之後政府部門告伯伯阻街 後來分了一間公屋給他 就把所有家當搬到這裡 所以我家裡團職不少東西 伯伯也忍不住跟我們訴苦 他檢測我, 我不讓他入 但是他檢測我乾女兒 騙我乾女兒來, 說要付錢 清我的東西 我只是讓乾女兒進去 乾女兒紅茶茶, 當然要扔 他怎麼知道我哪些值錢 他說要付錢給我乾女兒 給她多少 怎麼來到… 走的時候, 我還給他車駕走 我就是蠢豬, 給他錢給丟我的東西 這些飯盒… 這些我吃的 吃完吧 吃完, 還沒丟 對, 他們是否過來幫你清這些 我也想清, 我不讓他們清 為何這些都不清, 這些是垃圾 我有權, 甚麼都沒有東西 但是垃圾都繼續保持嗎 一會兒我自己會清的 因為他有垃圾塘 不過我還沒收拾, 一筆腳都順著 伯伯當雜物是寶物 究竟早前清安扔了甚麼 令他這麼生氣呢 拌歷史也丟了 匹架也丟了, 我給他泥 那裡我估計不見了多少錢 起碼幾千元 拌歷史也可以當的 匹架也可以當的, 當店也要的 是名牌的, 名牌的東西 我自己也不捨得賣 我賣也有錢 伯伯現在年紀大, 雙腳行動不變 平時外出都需要用拐掌 道友沒有用 他又丟我, 我罵他 我說… 你丟我的腳架, 你丟的錢嗎 身份證都丟了, 我只剩下 屋證都丟了, 我又拿到屋證 吃飯那裡有藍單, 夫利子津貼 有兩元一餐給我 那個特丹又丟了 幸好我…他不知道, 無意之失 我又收拾 有水果, 有火龍果 怕我沒錢買水果 好, 謝謝… 謝謝你 每天中午都會有義工免費送飯給伯伯 晚上那一頓就會自己到街上買 經過一番溝通, 伯伯答應 下次讓我們一起上來幫忙清兔 我們說好了 我們就約了契女, 約了義工一起上來 我們那天就會分開哪些能賣 哪些不能賣 不能賣就幫你扔掉 能賣那些給契女拿去賣, 好嗎 是呀, 每次提到要清兔 在清理護主的垃圾時 他就會有一點抗拒和反感 因為他經常提及 這是他的財產, 是他的保物 為何你要扔掉 但是我們就會跟他說 你這些引渡附近的居民有影響 就要幫護處清兔 他要花點時間, 他也可以接受 我們就事件去信房署 房署回覆指 幸福村辦事處於日月初 到有關單位協助住戶清理家居雜物 現時有關單位並沒有氣味傳出 其流程的公眾範圍衛生情況理想 此外已獲得住戶同意 將其個案轉介政府相關部門跟進 以便為住戶提供適切的協助 我們亦去信社署, 回覆指 涉事單位並非社署社工跟進 會將個案轉介給香港家庭福利匯跟進 香港有許多這類典型的個案 希望伯伯可以做好個人衛生 令大家有安樂 要做好個人圈 那麵包 我會在選擇 我的王子 來不及 我會在選擇 這份選擇 我會在選擇 我會在選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